我为了离家的水 爱在你苦往前退 撑着围扬的身体 抱病登台献唱十大华语歌曲 歌手毕毕书靖 年底唱进台北小巨蛋之前 6月先赴新加坡举办音乐会 短短9分钟 本票小手一空 只是在风光背后 毕书靖坦言自己罹患忧郁症 至今已吃药9个月都未康复 根据《易周刊》报导 在不红时 毕每天都渴望被人认出 但到了真正走红 走到哪都引起注意 他却感到相当困扰 后来习惯没有工作就关在家里 出门搭保姆车 外出聚会选择有包厢的餐厅 刻意背对门口 好让自己不会被人看到 当忧郁无人能够倾诉 毕书靖变得越来越封闭自我 现在仍持续服用忧郁症的药 经纪人表示 已经减量再吃 主要是为了可以入睡 会好好调整身体状态 资深艺人在台湾发展多年 毕书靖透露 希望未来结婚对象是台湾女生 也打算买房落地生根